经常熬夜,喉咙不舒服 来一碗回甘又运造的橄榄瘦肉汤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这是猪斩肉 这是排骨头 排骨头没什么肉可以用来煲汤,不浪费 把猪斩肉切成厚片,煲汤的不用切太饱 瘦肉切好和排骨用清水浸泡半小时 准备五个橄榄 然后用刀把它们对半切开 橄榄切开后容易包出味 瘦肉排骨浸泡后,把血水倒出来 再次倒入清水 用手抓洗一下,把水倒掉 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 准备一个蒸酱,放锅里 放适量的开水 放入炖中 把浸泡好的排骨瘦肉和切好的橄榄放入炖中里 放入适量清水,盖上盖子炖两个小时 汤炖好了 放适量的盐 拌拌均匀就可以喝了 好喝的汤不需要太多的调料和配料 简单的瘦肉和橄榄 吃起来有香香的肉香味和橄榄的回甘 这汤轻喉喉喉喉喵沸 喝完喉咙真的很舒服 喉咙不舒服的 抽烟熬夜的人可以试试这个汤 我先薄好了 薄 obrigado 薄欲 嬉 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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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